您好,您好。 我想先請這個叫28定律。 什麼叫28定律呢? 請幫我們解釋一下。 28定律其實是一個經濟黃金氛。 那你說吧。 一旦打斷我私度了。 好好好。 不會。 你說吧導演。 你重新定義一下。 我覺得我定義得不準。 就是一個定律是說20%更重要。 這個意思嗎? 然後我就爭取要做那20%。 是嗎? 是20%的銀行工箭80%的流量? 類似那種概念嗎? 其實拿著。 導演。 你倆是那20%。 我們算其他案都是那20%。 我就。 那我們還有存在的必要嗎? 我們加起來就是100%。 好。 哦。 我剛才看。 跟他說說我們存在加起來100%。 怎麼可以說話。 可以繼續加油的。 謝謝大家。 開開。 這兩年進步非常大。 那這次跟楊麵合作的興趣怎麼樣? 我做了你的工作。 特別開心。 今天特意的。 穿了個黑色。 哎。 今天那些都黑色。 對對。 為了個密解答案。 導演。 你不是說你比較不合取嗎? 這是藍色。 來,開開。 特別開心的和密解合作。 還有就是。 做的功課就是。 因為我拍的古裝戲比較多。 所以現在戲我再去調整我的台詞的語速和節奏。 所以這個是目前最難的。 我也會跟徐曼老師都學習的。 別人理解。 好。 特別好。 抱著學習的精神。 我要跟六位都學習。 謝謝老師。 客氣了。 哎。 這個導演。 林燕導演。 您能從創作角度。 可以幫他訂閱這個節目好不好? 從創作角度上來說的話。 我覺得可能首先小說的是劇本吧。 因為最初我和童安藤導演一起。 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。 可以說是非常吸引我們兩個人的。 因為我們這個二八定律的這個劇本。 我覺得可以說是現在非常難得一見的原創劇本。 特別是他的一個現代都市的一個情感。 情感項目也是非常符合和適合我們兩個人的。 還有就是。 製作角度上來說的話。 就是我們的主唱混沌。 因為大家都知道。 因為大家都知道。 各位都知道。 我跟童安已經合作過很多年了。 很多不聚集。 所以我們兩個人也組建了一個非常有默契的班底。 我們也很早就開始。 就我們這個二八定律這個項目。 開始從。 呃。 攝影啊。 美術視覺。 還有。 服裝造型方面。 然後做了很多深入的探討。 呃。 大家一起乘以赴。 為大家保家庫好嗎? 太好了。 因為。 反正。 我記得原本之前。 是。 更早就要派人進入書隊。 可以開機。 也因為這次疫情呢。 各方面的原因。 會讓大家。 主唱團隊都有更多的時間。 來去。 打磨去的。 跟做前夕的這個。 這個。 導演。 你要不要說一下。 就是說。 呃。 你想要。 呃。 你覺得當下的這個事情。 是。 是。 缺少什麼樣的愛情。 呃。 因為其實。 28DV這個劇本。 我在看到的時候。 就發現它其實不是一個。 簡單的一個。 呃。 都市的愛情劇。 它還是。 因為。 編劇的這個。 功力很深厚。 所以它。 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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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愛情的這個。 這個。 上面。 也去加重一些。 社會的壞話題度啊。 還有一些。 關於性質主義的一些。 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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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大家对这部剧可以多一点新疆的空间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律师 律师 那我要认识很逆感 所以先不跟大家交代 反正就是请大家期待 我也很开心可以跟黄阿涛导演 还有跟徐凯的合作 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 教我 OK 我剧中饰演的是杨华 他是一个佛系的灾难 对